吉隆市今晚7点到8点时雨量93.5毫米 于是惊人 造成多处烟水 市长林又昌处要求开设二级房在应变中心外 也立即赶赴应变中心坐镇 晚间9点多 于是变小烟水稍退后 也到一路巡视灾情 他要求各相关单位做好阴影措施 而行政院长赖清德也在晚间8时58分至殿林市长 关于市区烟水的灾情 市府表示 根据气象战统计 今天70-80人外区降雨量达93.5mm 远大于排水标准 由于接近满潮时晚间90-15分 所以市区发生机烟水现象 消防局表示 90-20多分 各地烟水都因雨时变小 陆续在消退中 部分路段也开放车辆通行 林市长获悉后 立即指示于20时开设二级水在应变中心 请相关单位迅速派员进驻应变中心 林市长并立即赶到应变中心坐镇 指示各区公所被妥杀包 供民众所取 而行政院长赖清德也致电林市长 关于市区烟水的灾情 市府说 虽然市区因持续地强降雨发生机烟水的状况 但中山区及大五轮地区因房门闸闸奏效 积水很快退去 由于豪大雨预报持续中 市长也呼吁市民朋友们做好房载准备 各区公所也提供沙包供民众应急 基隆时雨量近百毫米多处 烟水 赖魁致电市长林又常关心 图读者王安栋提供 分享